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 我们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赏型属于方形手掌 方形手掌具有做生意经商的创业天赋 未来有可能是考虑自己经商创业 像这个细长型的手掌就比较适合安稳上班 方形手掌就比较适合经商创业 如果是对于创业经商不感兴趣或者害怕承担风险 那就不要轻易上升 命理上是有很好的财运 但是漏财的格局也是非常严重 需要防范 还有一点就是感情线也不太好 尾端出现下垂并且跟智慧线相连 那么这样的感情也会对婚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从这个左手 从这个右手来看 你看见没有 感情线下垂沿接到智慧线 这是感情线最不好的一种状态 我们看这个老板的首相 这个是指这个事业线的智慧线的清晰深长为人聪慧 慧眼独具 事业运势非常旺盛 手掌是有元宝文 那么这种是这个天生财运不错 有创业或者是有这个经商的一种可能 金星味也就是这个生命线的内侧 有一条贵人门 于是会有伯乐 生意是越来越好 天生的老板命 财运连连 贵人也是经常帮助你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性情温和智慧线在断开 这个断开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23到24岁左右 就出现过一场大病了 在这个年纪断开了 就容易出现一种 这个生病或者是一些 这个在头脑上或者是脑脊 有可能是 那么如果是说 这个你看感情线 感情线是在这个1516岁时候 有一些桃花出现 自己出现很大的一个导温和断开 那么感情方面 在24到25岁的时候 也是出现一个大的这种导温 容易有一些波折 其他问题不打 事业呢 需要多靠自己适当的发展 能力不错 适合做生意 那么需要靠自己的一种状态 去调整自己的运势 因为本身呢 它整个近期的运势 还是不是很好的 因为它这个 一些发子发暗 特别是在金星球内测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